你喜欢春天的旅游 春回大地 万物复苏 可以吃的食材就变多了 一天到晚就吃 你看人家 王一波高端的 王一波 来来来 春天有五颜六色的花朵 特别是相间随处可见的油菜花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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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三月 315消费 消费消费小日就到了 对 可以监督大家买煎饼的时候 鸡蛋放大个的 对不对 大个的开心 我们小时候读书的时候 最喜欢到了三月份 老师说 春游咯 头天晚上就睡不着觉了 就兴奋 让爸爸妈妈煮茶叶蛋 然后那个水壶 带着馒头 火腿茬 锅巴 干馒头片啃 臭豆腐 炸好 我那时候哪有火腿 我们那时候就是煮两个茶叶蛋 然后呢 煮两个土豆 拿小手卷包好 小军胯 轮同学 大同学 你的孩子怎么脑子 因为小孩然后一块去春宵 都特爱闹 就是 都特爱闹 小时候有首歌呀 春天在哪里呀 春天在哪里 春天在那小朋友的眼睛里 那里有红花呀 这里有绿草 还有那会唱歌的大张伟 会唱歌的大张伟 春天啊 其实在哪里 其实春天就在油菜花田 油菜花 中国现在有一亿多亩的油菜 油菜花田 是世界上最大的油菜的种植区 一朵油菜花 不算什么 你不觉得什么 对 一片油菜花 我没 欢迎大家带 春天在哪里的话题 贴纸 发微博 晒出你的朋友 和你的照片 登上本期节目的结尾彩蛋 快来和我们大家一起寻找春天的故事吧 啊